祖国阀之消息 9月13日中午,参加东方检2018战略演习的中俄两军部队在楚歌尔综合演习场举行了联合阅兵式。 这次阅兵规模宏达,几乎全部参业的主战车辆都参加了这次检阅,等待检阅在中俄蒙连军战车解放军中心河城里,参与检阅受阅的解放军轮式流带炮,绑着俄罗斯总统普京现场全程观看士兵时代演练和沙场检阅,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率领中方官摩托参加活动。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,俄罗斯总统普京,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长邵伊古,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当然,这场东方检2018演习及阅兵,也吸引了美国的关注。 不过,美国人看演习的方法不走寻常路,9月13日,美国防务新闻网,放出了几张美国高分辨率成像卫星,拍摄的东方检2018演习几月兵期间的卫星照片。 作为专门播报美军新闻的网站,防务新闻网在报道开头,就洋洋自得地写道,你可能在观理台和地面上看过东方检2018演习,但是你在太空看见过东方,检2018演习吗? 卫星还抓拍到了俄罗斯空军1276院书记空通空降兵VDV撒兵战车,人员和设备的画面,十分罕见,一手来自天空的问候,卸给北约的地面部队和重要节点气势磅礴的装甲集群,应该是火箭炮集群和伊斯坎德,而集群阅兵台和99是坦克俄, 罗斯空中突击部队集群光荣的近卫军网友也看得激动,有人表示,看直播的时候,有个镜头特别带感,从我真士兵镜头开始拉前景,后面逐步出现99等装备,只想说,西方81与东方18很配。